Dreamer's Cuti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WebTwash 我是Kenna 我是Milo 我們是專家康 今天會帶來我分享 那麼其實生生不息這場節目已經結束多時了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已經結束多時了 那麼其實還有很多歌我們都還沒有Rap 我們趕不及 對 然後還有很多歌手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比如這一個歌手 Low Seekwan 我們一聽過了幾次是他跟別人合唱的 都沒有聽過他自己獨唱 今天我們要聽他自己獨唱 我先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他的聲音 我覺得有一種年代感 這個年代感是現代歌手都沒有的聲音 至少我沒有聽過 當然他也很早出道 他16歲就出道了 所以也是一個算同型 我不懂就很年輕的歌手 不是同型 少女型 少女型 然後中間其實還有一段時間他生病 然後他其實就算是半隱退了 一段時間去養病了 兩三年然後又再付出這樣子了 OK 那麼今天我們要聽的這首呢 也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直迷不悔 我好喜歡這首歌 在我心中有一個超高的地位 哎喲 慘了 這樣子 OK 沒關係 那我直接聽老四冠怎麼唱這首 直迷不悔啦 開著 黃菲 黃菲 也為了天詞 這情侯從頭面對 過去我以後 是要啊 就很不想唱這首歌 是想要唱這首歌 就是想唱這首歌 比他還要唱這首歌 是想唱這首歌 是想唱這首歌 放眼仍以后 人从头自尊 你心中感觉否 人如何长久 够了解不够 冲毒只飞走 完全不想回咎 身边的声音祝福我的一切 我与听言你说我那样美丽 若复着够日子不再可归 我说我这次 要痛快有我的衣柜 今天这人生日星才会 不许伤心风中烟 勉强于你到底终会 在意你后面飞飞 今天这人生少少安悔 好像一天我当 你再去说 你早改变 那天梦下去都不复 我看那个灯层 更立身出来面 最化妥的 最美的 这人生少安悔 我愿意尘迷下去 放眼仍以后 我愿意尽 你心中感觉否 我愿意尽 你不愿意尽 我愿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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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愿意尽 你愿意尽 我愿意尽 我愿意尽 要痛快有我的衅柜 今天这人心一声再会 不遂伤心风中以为 勉强决你到底终会 在你后面飞飞 今天这人心笑笑干杯 可知一天我已冲 你总会算已早改变 如今梦还会懂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就算失累 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就算失累 也只能致命而不坏 好好听啊 好好听啊 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它有插两个语言 因为它本身是深圳人 所以它就会广东话 然后它话语中文也讲得很好 所以变成了两个语言穿上是没有违和感的 好你们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是我非常迷惘飞的 9392到96年之间 就是这首歌出 其实那个时候出《执迷不悔》这张专辑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广东 一个是中文 中文嘛 华语嘛 然后之后它再出下一张全华语的专辑 它重新又再唱多一次 华语的《执迷不悔》是另外一个编曲的 哇我跟你讲这三个版本 我是好听到怎么样 你懂吗 听听听听 轮流听 听了这个版本 我比较喜欢这个版本 然后我听下一个版本 没有我比较喜欢这个版本 一直在那边比来比去 我都比不出到底我喜欢哪个版本 我都觉得很好听 所以今天我听老石冠唱这首歌 我觉得它跟王菲的唱出来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觉得王菲音乐本身讲的真音的音乐所没有很高 他不是那种大嗓门的 他声音很好听 很美 很鲜 很细 他唱的感觉有那个 struggle 叫什么 挣扎 挣扎的感觉 在那些高潮的部分 会听到那种比较一个女孩子 可能对一段恋情的那种死心烈肺的感觉 听起来你会特别疼惜这个女生 因为他声音有点柔 这样子 他的声音就比较厚 很重的音 比较厚实 然后当他唱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他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高潮 跌起的感觉 就是很好听的唱完 他给我的感觉他就是那种比较潇洒一点 唱出来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态度是比较坚定 没有那种比较少女型的感觉 不是少女 很不一样的feel 可是我很喜欢王菲 那个dramatic 的感觉 他的版本我可能第一次听 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共鸣 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 他唱这首歌整首歌也唱得很好 好像没有零缺点 这样子就把它完成了 这样咯 老习惯的声音的一个特点 他的发音跟咬字是一个他本身的一个特点 他蛮有辨识度的其实也是 如果你拿他跟其他歌手比的话 你听那声音其实你也分辨得出 这个是老习惯的声音 蛮特别的那个质感 然后因为我对这首歌也没有讲特别的情感还是什么 最终知道有这首歌那个旋律是这样 我没有去研究跟去追有什么什么版本这样子啦 反正我就觉得这首歌本身呢就非常好听 是很好听的 所以当老习惯用他的这一个声音的质感去唱的时候 我觉得是蛮有味道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 我就蛮喜欢这一段表演的 然后他的那一个 我也是喜欢他突然间转去中文的那一段 我觉得他有一个突然间一个 好像高差完了过后 他有一个小高差在后面的一个感觉 然后因为 我们之前一直re他跟别人合唱 是没有什么机会听到他的 这一个声音的 发挥 发挥 我觉得今天这一首歌里面 因为你讲这首歌你讲他难唱也没有讲难 唱到非常难 而是其实难的地方是在这首歌要唱出来的味道 跟那一个情感 因为王菲的声音 他 觉得他有特色 没有王菲的声音 怎样随便唱啦 我可以用随便唱来讲 你就会听得出那一个味道 什么歌都是这样子 像莫文瑞这样子 对对对 他们唱就是他们的味道 我觉得 老隋惯唱的时候就有他自己的味道 你讲他Dramatic 我觉得他在编曲上面也有做了一个小小的Dramatic的呈现 只不过可能在这首歌里面你讲他的Belting的有没有太用力 我觉得他的Belting是属于比较soft一点的 那一个Belting 因为我不太认识他 他是什么类型的歌手 就是他唱情歌比较多 我都听他唱情歌比较多了 他在这个节目都有啦 他有唱快歌 快歌也是有 是啊 他跟别人合唱也有唱过快歌 因为我这样子听他的声音在演一首歌 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突破性 比如说是尝试一些比较实验性的 摇滚的 唱一些不一样的质感的歌曲 有 他在这个节目算有唱很多类型的 这样子咯 所以我觉得我蛮喜欢的那个Belting 这样子咯 因为其实整个《生生不息》里面 当然我们喜欢那种唱歌非常厉害 可是你讲到声线咯 其实所有的歌手我真是最喜欢他的声线 我有点解释不到就是他那个声音带出来的感觉 所以因为每个歌手唱歌的 我觉得呈现方式有点不同 有些歌手是很有很多情感的 有些歌手是很多技巧的 我觉得他的 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会把这首歌 就是好好的唱给你听 然后你就听到很好听 他很适合唱那种Audio File 那Audio File很好听的那种 当然你看你要追求什么 如果你想要追求那种很多情感 但你不适合听这种 Audio File是听得很好听 都听出而游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 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给到我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的声音 接下来我还会再做多几首 还有两首啦 OK 还有两首我很想做的 再介绍给大家 OK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更多我喜欢的歌曲 想要跟我们推荐分享的话 可以再留言给我们知道 OK 那么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出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另外在B站也有一键三连给我们充电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也要支持我们的Patreon和爱发电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Bye